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200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男子双打第一轮的比赛 由中国选手夏宣泽 徐晨迎战俄罗斯选手卢涅夫和斯普霍夫 现在呢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二局了 为了做好的介绍比赛 我们今天呢还是邀请到了国家羽毛球队的教练员 贺向阳贺之导欢迎您贺之导 大家好 第一局的比赛夏宣泽和徐晨呢是以21比12先胜 第二局的比赛一上来我们看到夏宣泽和徐晨啊 一直是处于落后 现在是落后了5分 11分以后啊 那个我们的教练员通过给队员指导 明显就是加快了这个场上的节奏 然后加重了出球的力度 因为我们在逆风的情况下 你如果没有力度的话就被对方压着打 所以球出不去 形成被动 加油 8比11 夏宣泽发球 我们看到徐晨的杀球很有力量啊 徐晨呢 他在这个国家队的杀球也算是非常 这个有力量的一位运动员 质量很高 200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呢 是国际羽联的六星级的大奖赛 这个比赛呢 是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的 这也是连续第五年 在广州举行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了 今天是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第二天 徐晨和夏宣泽 现在逐渐的把比分往回追 现在只落后一分了 徐晨发球 我们看第二局的比赛一上来 俄罗斯的这对选手是明显的加快了净空的速度啊 这个球下选择没杀准 应该说这个场地有一点顺义风的话 他这个球可能硬好净空的速度啊 这个球下选择没杀准 应该说这个场地有一点顺义风的话 他这个球可能硬好净 第二局的比赛显得比较紧张啊 一直是俄罗斯的选手一路领先 而中国选手是在后边追 现在还落后一分 下选择是2003年世锦赛的男子单打的冠军 现在呢他已经主攻双打了 由单打选手改为了双打选手 这次的中国公开赛呢 是夏宣泽作为男双选手第一次亮相 所以他的比赛呢 也成为了这次中国公开赛的一个亮点 这是国家队的主管男双和混双的教练组组长陈兴东 非常可惜 这个球呢徐晨是杀出了界外 这个球是徐晨杀完第一拍以后 对方把球拉到对角线 然后他这个球连贯比较慢 落点没有枪 这样徐晨和夏宣泽终于是把比分追平了 这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第一局夏宣泽和徐晨是以21比12去胜 徐晨和夏宣泽呢刚刚配对不久 因为在夏宣泽改男双之后呢 他也是不断的跟其他的运动员啊 进行搭档 希望能够找出最佳的拍档 现在双方队员都在这个前半场去争夺 谁抢到了前半场的主动 谁就有利于进攻 俄罗斯选手突然的一个批掉 这就是配合失误 两个人都去抢这个球 第二局的比赛 中国选手还有机会 虽然17比19落后 但是现在呢是徐晨发球 第二局的网民裁判员郭泰瑞 发球裁判员江丽丝线二组 太好了 俄罗斯选手接发球失误了 这在羽毛球的比赛当中也是比较少见的啊 确实徐晨的发球质量很高 18比19还落后一分 好球 徐晨这个球就是突破篮 知道对方等着后面准备接推扑 然后他篮过去以后直接把球篮死了 俄罗斯的运动员也很顽强啊 飞身就球 扑倒在了地上 但这个落点确实非常的靠往 这使他们即使 扑身在地上的也是难以回天了 19比19 关键的时刻 非常的可惜 徐晨发球失误 这样的俄罗斯的这对选手就拿到了 第二局比赛的局点 他们第一局是输掉了 20比20 现在是夏宣泽发球 这个球夏宣泽是发完球自己准备很快 非常及时的调整啊 脚快 手快 充分地体现了中国运动员这个速度的优势 这样中国选手夏宣泽 徐晨 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呢 就以22比20险胜 从而以2比0战胜了俄罗斯的卢涅夫和斯普霍夫 夏宣泽和徐晨进入了第二轮的比赛 我们稍后见